中興一季虧20億,去年白做 中興可謂禍不多人群 繼被老美指控從事間諜活動後 昨晚發出刑警 預計第三季要虧20億人 相當於去年全年盈利 虧得這麼厲害 主要因為有項目進度延遲 加上無理率大跌等壞消息所致 中興管理層對今次的巨規 道歉也不夠,還減薪 又會三部門同裁員 總之兩入圍出 刑警通告還提到 美國商務部和司法部 也調查中興和伊朗的交易 當地市場的表現 對業績也有壞影響 業績不對反,美國又咬著不放 看來中興股價也有排跌了